小叶和鬼怪娃子,作者安防之子,翻译彭义 当山上的八角金盘树发出新的绿芽时,小叶十二岁了 虽说小叶十二岁了,可个子还是太小,看上去也不过就只有七岁 人又瘦又灵活,爬山上树比谁都强 一到春天,小叶总是喜不自尽,因为山上又长出了数不清的好吃的野菜 像水芹,蕨菜呀,甲果蕨,紫棋呀 小叶一进山采来这样的野菜,爸爸和奶奶可高兴了 多亏了小叶,旅馆的生意才这么红火 爸爸总是一边用小叶采的野菜做菜,一边这样说 而且作为奖励,还会给小叶买红段子丝带什么的 本来就喜欢在山里走,还被夸奖,被奖励 对于小叶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爸爸,下回我去采八角金盘的芽吧 有一天小叶说,八角金盘的芽,不论是拌着吃,用开水抄着吃 还是油炸了吃,都非常好吃 要是满满地采上一篮子,做给客人吃 宝文泉的名声不知该有多响了 小叶躺在席子上闭着眼睛,想起了山上的八角金盘树 这么一想,心中就兴奋起来了 就觉得山上的八角金盘树被雨淋得透透的,在拼命地喊着自己似的 我马上就来了,小叶自说自话地喊道 一个晴朗的春日,小叶进山了 背着一个大箩筐,过了吊桥,向大山深处走去 山上正是大树发芽的季节 枯树枝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树芽,正在大说大笑 是暖和的山,是发出好闻味道的亲切的山 八角金盘树,八角金盘树,等着我呀 小叶唱起了歌,只是这么唱了一句,心中就已经喜不自尽了 高高的天空上,飘着一朵白云,风轻轻地吹起了小叶的头发 小叶一边看着云,一边蹦蹦跳跳,一边和小鸟搭话,一边蹦蹦跳跳 他开心地一个人笑出了声 小叶一笑,山里的树全都笑了 小小的细竹的叶子,沙沙地摇着小声地笑起来 大枫树花花地摇着,大声地笑起来 喂,小叶喊了起来,于是,山回答道 喂,小叶的心里越来越快活 不知不觉的,连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进山来干什么都不知道了 小叶往起一蹦,像羚羊一样地跑了起来 就这样,他在山里蹦呀蹦呀,蹦得头都昏了 然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又干了什么呢 当小叶想起八小金盘的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 当他在树林里,突然发现自己背着一个空箩时 不由地想,咦,自己为什么要背一个箩筐呢?到底进山干什么来了呢? 这时,四周已经是黄昏的颜色了 树的影子清冷地摇着 叽叽叽,小鸟奇怪地叫着 小叶泪坏了,呆呆地坐在树桩子上 它已经变不出东西了 我不可能在山上迷失方向啊 小叶想,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进山捡栗子,踩蘑菇了 这是一座我已经走遍了,知道得再清楚不过的大山啊 说是这么说,可是,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当小叶环顾四周时,小叶的耳朵听到了一阵不可思议的音乐 音乐?是的,那确实是音乐 砰砰砰,那确实是木琴的声音 学校音乐课时弹过的乐器,发出的确实是这样的声音 缩咪多 小叶照着木琴的声音唱起了歌 想不到,这回木琴也发出了多咪缩的声音 谁?小叶喊 他这才发现,四下里已经很黑了 小叶的后背突然冒出一股寒气,猛地站了起来 不好,要快点回家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了 只有木琴的声音好像在嘲笑小叶似的 多咪缩,多咪缩,多咪缩 重复着同一个曲子 谁?小叶快要哭出来了 扯着嗓子大声喊 谁?传来了回声 回声之后是 多来咪发缩拉西多 随后就传来了咔嚓咔嚓的碗碰撞声 附近的树刷刷地响了起来 突然,从竹丛里跳出来的竟是一个鬼怪,而且还是一个娃子 小叶吓了一跳呆住了 他还是头一次看见鬼怪 不过,没有看错 这确实是一个鬼怪 头上长着两只脚 头发乱七八糟的 圆圆的眼睛 光溜溜的身子上,还穿着一条绿色的裤衩 鬼怪娃子拎着一个大篮子 里头装着好多碟子 碟子是雪白雪白的 镶着金边 送碟子 小叶问 鬼怪娃子点点头 刚用泉水洗完碟子 刚才是你在敲碟子吧 嗯,是我敲的 是你敲出了木琴的声音吧 嗯,是我敲的 小叶走进鬼怪娃子 朝篮子里的碟子看去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 好漂亮的碟子啊 那碟子实在是太漂亮了 不仅仅是镶着金边 碟子上,还用淡淡的蓝色 画着他从没看到过的花和鸟的图案 他数了一下 这样的碟子有十二个 这全都是你的碟子 小叶用一双好奇的眼睛问 鬼怪娃子摇了摇脑袋说 不是我的,是借来的 因为今天正好来了十二位客人 从一个地方秘密借来的 做了顿好吃的 刚才客人们全都走了 我去洗碟子 小叶连连点头 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鬼怪可真厉害呀 一次就请来了十二位客人 那你妈妈做了好多菜吧 小叶说 可想不到鬼怪低下了头 说,我没有妈妈 那是你爸爸做的了 我也没有爸爸 那是你一个人做的了 是你一个人请来了十二位客人 鬼怪娃子点了一下头 说 来自各个山上的十二个鬼怪 集合到了一起 因为今天有法事 说完 哀的一声 像大人似的叹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地说 不过 好冷清啊 客人全都回去了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回到家里 也是一个人吃晚饭 一个人睡觉 你家在什么地方 小叶看着鬼怪娃子的脸 问 那边 鬼怪娃子朝树林外面一指 因为那边的天上还剩下一丝晚霞 小叶想 那是西边吧 想不到鬼怪娃子说 就在温泉附近 温泉 小叶吃惊地反问道 然后他想 温泉 说的就是保温泉吧 当他一想到这一带 只有一处温泉 只有一家旅馆的时候 突然高兴起来 那就在我家的边上呢 我家就是保温泉的旅馆呀 一起回去吧 他一口气说完 心里顿时开朗起来 可是 鬼怪娃子的脸上 却涌起一种奇怪的表情 把装着碟子的篮子藏到了身后 然后 揪着乱七八糟的头发 眨望着眼睛 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 鬼怪娃子抓住一只脚 用非常小的声音问小叶 你几岁了 十二岁 小叶正要回答的时候 鬼怪娃子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能和十岁以上的人来往 小叶马上该口说 八岁 他想 幸亏自己的身体看上去那么小 鬼怪娃子放心地笑了 那我们就一起回家吧 鬼怪娃子走起来 小叶从后面跟了上去 穿过树林 两个人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 快步即行 鬼怪娃子光着脚 像桃花花瓣一样的脚 啪哒啪哒地踩在地上 你走得飞快呀 小叶在后面说 鬼怪娃子点点头 因为我爸爸和妈妈也走得飞快 说是这么说 可毕竟是拎着十二个碟子 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呀 你是个大力士呢 听小叶这么一说 鬼怪娃子点点头 因为我爸爸和妈妈也是大力士 他爸爸妈妈究竟怎么了呢 小叶想大概是死了吧 太可怜了也不能去问人家 可他一点也不知道 宝温泉自己家的边上 住着这样一个鬼怪娃子呢 下回来洗我们家的温泉吧 小叶说 水壳好了 热热的能治病 还能长生不老呢 洗完澡还有竹笋饭吃 要是秋天还能吃蘑菇饭呢 鬼怪娃子一边恩恩点头 一边在前面走着 我借给你毛巾 鬼怪娃子还是恩恩的点头 看着他那细细的脖子 小叶想 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弟弟就好了 不是人的弟弟也行 自己问自己 嗯 他想 如果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 不是人也行啊 沿着细细的山道往下走着 私下里已经彻底黑了 天上挂着一弯细细的月牙 当山道拐过一个弯时 突然 传来了湍急的河水声 那座吊桥出现了 过了吊桥 下了坡就是保温泉了 怎么这么近呀 小叶觉得自己 好像被狐狸迷住了似的 我家就要到了 小叶在前头跑了起来 当两个人开始过桥时 对面隐约出现了手电筒的光 啊 是爸爸 小叶想 手电筒的光一圈一圈地转着 然后 吊桥轻轻地摇晃起来 传来了爸爸的声音 是小叶吗 小叶大声地答应了一声 当他要朝爸爸跑去的时候 身后的鬼怪娃子说 那就再见了 碟子还给你们了 然后 鬼怪娃子把装着碟子的篮子 放到吊桥上 转身朝后面逃去 哎 你去哪里 等一等 小叶叫道 可鬼怪娃子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桥上只剩下了装着碟子的篮子 不逃有多好啊 又没什么可怕的 小叶嘟囔道 这么珍贵的碟子 怎么就不要了呢 小叶抱着装着碟子的篮子 待在了那里 这时小叶的爸爸走上前来 小叶 你怎么了 这么晚了才回来 爸爸一边说 一边用手电筒 照了一下小叶手中的篮子 这 他叫了起来 这不是我们家的碟子吗 小叶吃了一惊 看着爸爸 我们家的 可是 只见爸爸点点头 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啊 收在仓库最里头的架子上 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用过了 爸爸一边说 一边从篮子里拿出一个碟子 翻了过来 用手电筒一照 千真万确 上面烧着一个宝字 那是保温泉旅馆的记号 你怎么会把他们 爸爸嘟囔着 小叶这才想起来 刚才那个鬼怪娃子说过 这碟子是借来的 这么说 那孩子是从我们家 偷偷借出来的了 小叶扑斥一声笑起来 因为从来也没有被别人 看见过的鬼怪娃子 狡猾地钻进了 小叶家的仓库里 把十二个碟子偷偷地拿了出来不说 还一个人招待客人 又把借来的碟子洗干净 还了回来 虽然还是个孩子 还真了不起 小叶想 爸爸和小叶过了吊桥 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里 爸爸把十二个碟子摆到了席子上 他想 没有缺口 没有弄脏吧 结果 不仅没有一个碟子有缺口 而且 连边边角角都给洗得干干净净 金边像镶上了金圈一样美丽 鬼怪娃子在山里敲着碟子 发出了像木琴一样的声音呢 多咪嗦 多咪嗦 一边这样说 小叶一边拿起筷子 轻轻地敲起碟子的边来了 可是 碟子只是当地发出一个高音而已 真是奇怪啊 小叶嘟囔道 怎么才能让碟子发出那样的音乐呢 别胡来 爸爸脸一沉 怎么能用这么好的碟子演奏呢 别胡来 说着 爸爸把十二个碟子挪起来 收到了仓库里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 小叶竟想着鬼怪娃子的事了 那孩子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呢 每天都在干什么呢 真想再见一次啊 下雨也好 樱花开了也好 身上全都编绿了也好 小叶还是想着鬼怪娃子 晚上 小叶打开通道温泉外面的门 把毛巾和肥皂悄悄地放在那里 要是客人们都睡着了的半夜 鬼怪娃子来洗澡就好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 小叶到浴池里一看 毛巾是湿的 肥皂呢 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少了那么一点点 这时候 小叶就会想 那孩子来过了 还有 半夜里 小叶听到了花花的流水声 他悄悄地朝浴池的边上走去 啊 那个孩子来了 他嘎吱一声推开门 可浴池里水也没有 冒着热气的奶白色的浴池里 飘着两三片乌桐的叶子 还有 另外的日子 浴池的入口处 在用过的毛巾和肥皂的边上 放着通草的果实 每当这时 小叶就知道了 鬼怪娃子确确实实实是来过了 可是 为什么见不到呢 小叶想了好多次 最后 终于想起来 那时鬼怪娃子说的一句话 我不能和十岁以上的人来往 好多次